我希望可以打上職業 可以為家裡分一些負擔 如果能進入職棒 當然是最好 因為畢竟進職棒是 每個人打球的一個夢想 每位選手進入球隊的原因 都不一樣 可是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站上紅土成為全場焦點 但熱情過後 如果無法擠進職棒宰門 他們的未來又在哪裡 對於這樣從體育班下來的學生 我們有沒有特別的一個輔導 或者一個培育的另外的一個做法 跟委員報告 因為體育班依照國體法第15條 開始設立建立一個很完整的機制 但在執行過程 確實有很多孩子 一個階段剛才如文所說的各種因素 他可能需要轉換了 這個部分我想跟委員報告 一個就是客服的原來的協助 這部分一定要加強 因為孩子還是要有基本的 這方面的學歷 長官們說得好 小球員的課業發展和球技一樣重要 話雖如此 那實際上呢 這堂高三最後的期末考 教室裡不見緊張氣氛 轟隆隆的冷氣聲 反倒成了最動聽的安眠序 眼前的情景不是特例 因為體育班不注重學業 早就是常態 那你有想過棒球以外的事嗎 沒有啊 為什麼 太笨了 怎麼會 就不會讀書啊 真的 不要這樣講 真的 所以你覺得對你來說 念書還是比較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對啊 看到就想睡覺 其實課業方面的話 老師都會比較 給比較輕鬆 就是 有的老師甚至給那種必勝卷 是喔 對 必勝卷是什麼 就是 基本上 有老師他可能會給兩份 基本上他可能就 從裡面挑一份來考試這樣 你這兩份 基本上你只要獨熟 基本上沒有問題 雖然念書並非唯一出路 但把所有的時間 都拿去練習 當基本的學業 無法兼顧時 學習成就低落 再加上過度操練 產生傷害 選手生涯 勢必備備受影響 職位運動 沒有第二專長的他們 退役後的生活 可以說是毫無保障 其實我們要反過來想 我們到底成立體育班 要給小朋友什麼 如果這小朋友 從小到大 就是只會打球 那幾乎 甚至於有些 我知道比較極端的一些學校 幾乎沒有進到課堂上去上課 一到學校到教室 書包放了 就到體育班 就到球隊去報到 這個在台灣是滿普遍的現象 其實校方不是不重視選手們的學業 而是更需要出賽成績 你能夠打出成績 才能夠得到更多的補助 這是第一個 它的循環下去就是 你能夠找到補助 你才能夠找更多的學生 所以當你打不出成績 其實對台灣現在的這個 我們體育班的補助來講 就是一場空 你可能能夠 每幾年拿到一個零星的贊助 但是長遠的贊助 或是固定式的贊助 就會沒有這樣子 這個是台灣現在最現實的問題 積極訓練 不僅剝奪孩子的受教權 他們的健康也會受到影響 今年大四的楊夢元 從國小開始練球 一路體育班直送到大學 但這些年來的過度操練 導致關節唇撕裂傷 也讓他的棒球路一度中斷 因為我這個症 他們就是說 就是投手的絕症 就是因為你開肩膀 他的開肩膀跟開手肘是不一樣 手肘就是就這邊而已 如果你開肩膀 它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因為從這邊開進去 它裡面有很多關節 就是剛剛說的沾黏 就是我那時候剛開完 就手只能舉到這裡這樣 然後就卡住 然後就要自己這樣慢慢 這樣凹上去 然後他要凹過去 然後還有那時候 最難的就是這個 因為那時候開完 他就只能到這邊 我們投球的時候 要這樣往後翻 所以那一翻過去 就真的就很痛這樣 投手最害怕兩件事情 一個是肩膀受傷 一個是手肘受傷 肩膀受傷就是關節寸的破裂 手肘受傷就是韌帶的斷裂 這兩個東西 對頂尖的棒球選手來講 都是要手術的 而且手術以後 復健的時間最少需要一年 而且一年之後 他可以回去回到以前的水準的話 可能不到30% 足足三年坐冷板凳 努力復健 終於可以再上場 但是誰也無法保證 每個孩子都能撐過 不能上場的煎熬 擔任澳亞運國家代表隊的隊衣 林宋凱醫師 長年來觀察國內棒球發展 發現過度的訓練 反倒會增加選手的耗損率 所以你說哪一個容易會把選手弄壞掉 當然耗損率 我在強調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故意的 沒有一個教練故意要把他的選手操壞 因為把他操壞他就沒成績了 但是當一個制度 當一個制度是讓這些選手的耗損率變高的時候 那對整體台灣的整體的棒球的發展就會受限 現在就是處於這個狀況 相較棒球強國美國與日本 台灣太早過度精英化的訓練 的確在哨棒上的成績表現亮眼 各項比賽積分世界排名第四 但相較於選手的發展性與職涯壽命 卻遠遠落後 所以其實有人開始在反省 像我後來看了日本 我們也是體育署去日本考察 他的甲子園的報告 後來他們講說 其實日本你看看他甲子園比賽 高中的球隊三千多隻 這三千多隻他們應屆畢業的球員 大概有四萬到五萬人 每年有四萬跟五萬個 日本的高中棒球隊員 會升學或者是進入社會 但是他真正能夠去打職業的 被選秀的 或者是真正大學球隊去打球的 或者到社會企業去打半職業的 其實非常少 應該不到兩百人 四萬兩百 那其他的人他其實是回歸 就念一般的大學 曾前往日本高知中央高校 讀書打球的胡佳龍 在2021年回國 這三年來他的生活 不是練球就是念書 因為他們是早上會乘超 乘超完會上課 上完課就馬上吃完飯 就馬上下來 我就覺得說 因為他們科業很重要 假如你沒有達到一定的成績 不能比賽 對 就台灣的話 因為老實講 是說他們就讀書 很像沒有什麼差別的感覺 我說隨便讀一讀 就可以下來練球 就是說有一個差別在是說 日本他們會在一個情況下 功課很重要 可是比賽也很重要 只是他們平日沒有比賽 就到六日才有比賽 在日本體育班 學業與專業訓練並重 也因為如此 就算畢業後 沒有進入球隊 這些小球員 也不至於失去競爭力 除了打球 他們的功課 他們都知道很為主 他們就知道說 自己的目標到底是 自己的接下來要做什麼 他們都沒有自行的安排 就是說 應該說不用太多的人去講 或是爸媽去講 就是說知道 要去抓大學或是去哪裡這樣 就自己的目標 不同於日本 台灣高中棒球體育班的學生 出入相當受限 每年畢業的五千名輕棒選手 各個想盡辦法要擠進職棒載門 但目前中華職棒只有五隊 根據資料顯示 過去七年各球團在高中選秀會中 一共選出289人 平均一年只有41人進到職棒體系 那麼剩下的人又該何去何從呢 由企業所贊助的社會甲主城棒業餘球隊 雖然不像職棒那樣受到矚目 但他的穩定性也是許多小球員 夢寐以求的殿堂 在何庫其實蠻嚮往很穩定的工作 因為畢竟球不能打一輩子 那希望沒打球之後 還是會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職棒可能比如說他25歲進去 他打個五年 打個十年 下去打完可能就 工作可能就是要重找 比如說教練或是 或是去轉型啊 可是我們何庫可能 我們何庫的保障就是你 當選手比如說25歲打到35歲 退休之後 公司有個保障讓你 可以到下去公司上班 到65歲退休 就插在職棒跟業就插在這裡 以合作金庫而言 銀行每年投入3000多萬元 在棒球隊上 一隊有25名球員 5位教練 以及6到9名預備球員 有人退出才有空出來的名額 能夠招募新寫 我們就是挑選 就是高中或大學優秀球員 就是在跟他們友誼賽 或是平常比賽的時候 就是去觀察他們的表現這樣子 我們通常就是先請他 來當預備球員 然後如果是現役國所 就有可能就是可以直接 如果有缺就可以直接進來上班 因為我們有分正職選手跟預備球員 順利進入到球隊的球員 就跟一般銀行職員一樣 每週一到五 朝九晚五的練習 專心在比賽上 35歲退役後 銀行也會提供相關的專業訓練 協助他們順利轉換跑道 等球完全沒有打之後 才下分行 球員退役之後 我們就會有之前教育 就是會讓他先實習 3至6個月 對 然後實習完才派分行這樣子 但現在要進入到業餘隊 也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那些沒有球隊可以去的小選手們 未來在哪 他們也毫無頭緒 到中間的時候 已經打到一半了 之前讀書也沒有讀好 不如你幹嘛 就剩打球 所以你想要換另外一條路 沒有路選啊 因為國中棒球班嘛 然後高中也是棒球班這樣 就感覺好像只有棒球這條路可以走 在體育班的培訓下 小選手們的專長就是打球 沒有其他的技能 離開棒球後 找不到適合的職業可以銜接 又或者當下幸運被球團選上 但球員生涯只有短短的4到5年 若沒有好好的經營 退役後一樣會面臨轉職的困境 那當然高中選秀有一個風險 就是高中選手他馬上進入職場之後 他的心智成熟度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你如果在關心國內職棒的發展來講的話 你看最近一兩年也有 進去一年就馬上被淘汰了 那所以說見仁見智 因為到時候那些高中畢業生 他有去考驗這方面的問題 你進去能不能一直往上爬 可以占據那九位鮮花的選手之一 能夠打十年二十年的職棒 如果不行你短暫的年限內被淘汰了 過度專業化 過度操練 其實這些孩子 他的接觸運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比較辛苦 而且他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精英化的訓練是為了提升球員的能力 但誰也沒想到最後反倒成了職涯發展的主力 倘若減少專業化的訓練 他們在場上的表現會因此受到影響嗎 其實在國外很多小朋友他們的打球 從小是甚至於他可能是原本打籃球的 原本是田徑隊的 原本是美食足球的 然後最後去打棒球 他們的生活其實比我們台灣的職棒球員 來的更豐富一點 更有這個童年的這個正常的發展過程 那甚至於有很多國家是 根本都是沒有所謂科班制的 他根本就是所謂社團式的 那他們的生活會比我們的選手們來的豐富 那所以以至於他們進入職業環境的時候 他們的邏輯思考 他們的心理素質 會比我們台灣的球員要強很多 不管是校方 家長 還是球員本身 都希望戰績優異 但是過分的強度訓練 對他們的身心狀態 以及生涯轉換 卻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 多元化的發展 不要壓描助長 才能解放球員的最大能力